雷德曼男爵的到来,哈德逊的公关活动,正式拉开了帷幕。在此之前的行动,那只能算是预热。同样是上门拜访,哈德逊明显感受到前后两次的不一样。倒不是大家势力演,主要是源于,人情债。要么是收回此前卖出去的人情,要么是代表家族欠下对方一个人情。 当然,大家都是贵族,肯定是要脸的。表面上双方只是简单的一次叙旧,一切交易尽在不言中。相比单纯的送礼,这种圈子内部的人情交易,无疑更符合贵族们的胃口。昨天我帮你,今天你帮我,后天我再帮你。反反复复地循环下来,慢慢就成为了世交。 现在哈德逊父子拜访的都是科斯洛家族的世交,最少祖上三代就开始有人情关系往来。即便是关系密切,也不能保证每一次都成功,帮忙的前提是优先保障自家的利益。 每当遇到主人表示为难,雷德曼男爵就果断岔开话题,而后迅速告辞离开。 全程哈德逊的心态都很好,肯帮忙是情分,不帮那也是本分,世交不代表就要无条件帮忙。 靠着人脉关系,哈德逊父子也打听到了不少消息,最关键的就是,国王裁决。 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若是皮尔斯伯爵的提议通过,分封被限制在南爵层次,那么南下的北疆贵族中大概率不会出现大贵族嫡系。 强龙不够强,那就意味着哈德逊这种地头蛇能够与之一争。 想来这种局面,也是皮尔斯伯爵最想看到的。 在封地争夺中发生了矛盾,道尔顿家族从幕后再稍微一挑拨,东南行省的本土贵族必然会和这帮外来户发生矛盾。 高层博弈,哈德逊没有资格参与,趁着距离封地争夺还有时间,在拜访完一众故旧后,他当即带着幼熊和几十名卫兵出现在了萨拉姆山脉。 说是山脉,纯粹就是台举。东南行省一马平川,所谓山都是小土包,萨拉姆山脉也是如此。 由大小百鱼各山头组成,就像一个个安放在大地上的巨型馒头。 挑选最高的一座山头,从山脚到山顶哈德逊一行人也就花费了两个多小时。 大部分山头的相对高度都不超过两百米,明明就是一片丘陵,称呼山脉完全是东南行省贵族们最后的倔强。 抵达萨拉姆矿区,现场就只有一个字,乱。 生产早就停止了,现场就是一片狼藉,矿工也不知所踪。 随手从地上捡起了一盅乳状的铁矿石,在幼熊面前晃悠了一圈,用充满蛊惑的语气说道,贝尔斯登,该你出场表演了。 未来究竟是天天受奶加蜂蜜,还是穷得只能顿顿吃土,就看今天这一波了。 就是这种石头,地下埋藏了多少,距离地表有多深,给我一个大致数据。 猛逼的熊孩子,一脸忧怨地望着哈德逊。 从签订契约开始,他已经被坑了不止一次。 不仅事先承诺的伙食标准没能达到,还要被逼着出来干活。 要不是跟着哈德逊修炼速度加快,加上受奶蜂蜜的诱惑太大,他早就罢工跑路了。 晃悠了一下脑袋,熊掌对着对着前方一指,就带着哈德逊一行人在山林中穿梭。 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,要不是又熊再三保证自己没有走错地方,哈德逊都怀疑他在恶作剧。 矿迈延伸范围,比哈德逊资料中标注的还要广,难怪这一片丘陵的粮食产量低。 地下都是铁矿石,就上面一层土。不少地区地上都有矿石裸露出来,没有进行大规模开采,估摸着那味倒霉但子绝没有重视。 既然也练出来的铁没法锻造兵器,那就丧失了战略价值。 仅仅只是生产锅碗瓢盆、农具之类的,还不值得贵族老爷费心。 一路穿越山头,最终来到一片沼泽地前,哈德逊果断制止了幼熊继续前进。 大地之熊可以在泥潭中如履平地,不等于它也可以。 万一陷了进去,一命呜呼那就丢穿越者的脸了。 闻着泥土的芳香,望着无垠的沼泽地,哈德逊非常的疑惑。 这么重要的讯息,地图上怎么能够没有标注呢? 觉得没有开发价值,还是老祖宗们疏忽了,没有深入探测。 犹豫了片刻功夫之后,哈德逊最终还是吸了深入探测的念头。 反正沼泽在这里,又不会跑路,往后有的是机会。 不过这也加剧了哈德逊谋求此地的决心。 丘陵地区不适合农业生产,不等于沼泽地也不行。 或许是因为不利于进行粮食生产,除了矿山之外, 这片丘陵地区大部分地区都不在地图上,这就意味着没有被王国登记在册。 无主之地,谁开发的归水? 若是成为莱特郡最南边的封地领主,压根儿就不会有人同哈德逊竞争。 虽然开发的难度有些大,可相应的收益也很大。 尤其是南边那片沼泽地,一旦开发出来就是一个天然的粮仓。 最关键的是有前方的丘陵阻隔,在东南行省也算得上是难得的险地。 就算爆发战争,又可以利用一个个山头进行防守。 强敌或许挡不住,但是像骷髅会叛军这种层次的混乱,大概率还是能够守住的。 这年头大家都是使用农奴玩种田,没有贵族老爷的批准人口根本留不动。 若是消息封锁得好,开发各十年八年外界都不一定知道。 没有在这里浪费时间,跟着又熊的步伐,哈德逊一行人继续确定矿脉的分布。 事实上,从植被上也可以粗略进行判断。 矿石较浅的区域,生长的植物大都是桥木,寥寥几棵树也东倒西歪,个头不高。 出了矿区,或者说矿石埋藏较较深的区域,植被就要风貌得多,野兽活动的迹象也更加明显。 若是进行粮食生产,想来产量也会好看得多。 最令哈德逊欣喜的是,一路上还发现了不少躲避战乱的山民和矿工。 劳动力在战后的莱特郡,可是弥族珍贵。 没有去打扰他们,现在不是收小弟的时候。 哈德逊的任务很重,考察萨拉姆山脉只是一个开始,别的几个备选区域同样需要去查看。 毕竟,意外这玩意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发生。 在尘埃落定之前,谁也不敢保证不会出妖娥子。 万一谋划失败,总得有备选方案。 作为一名谨慎的主,哈德逊可不想事到临头手忙脚乱。